婚姻中别人不敢说的真相 我来告诉你 我是周小鹏 我做了25年婚恋心理咨询了 见过上万对夫妻 他们有身家上亿的富豪 也有在街边摆摊的小贩 有留学的海归 也有初中毕业的宝妈 无论他们身份背景相差多少 可是他们对婚姻的诉求却无区别 以下这些婚姻真相 你一定要好好听 因为我知道 可能真的没有人告诉给你 第一 婚姻就是权衡密闭的选择 底层的男人谈条件 谈好了一拍即合 只要能生孩子就行了 而忠诚的男人有点意思 他们更多的 看的是你能不能对他的事业有帮助 有没有感情基础 从来不是他们结婚的首要条件 所以女人不要把爱情看得那么重 底层的男人繁衍的欲望 和忠诚的男人向上爬的欲望 都比爱情要高的很多 第二 千万不要用婚姻来试错 很多女生谈恋爱的时候 眼光很高 东挑西选 但结婚的时候却想着 凑合过就行了 但事实上婚姻里错误的行为 就会影响人的一生 第三 婚姻美满幸福的人真的不多 婚姻也遵循二八定律 百分之二十的时间 真的是会吵架的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甜蜜 它就是完美的婚姻 当然如果你的婚姻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吵架 那一定不会让你感觉幸福 记住那句话 再好的婚姻 都有至少两百次离婚的念头 和五十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 刻意追求完美的婚姻 肯定不幸福 最后啊 其实没有不幸的婚姻 只有不幸的夫妻